各位大家好 那這次簡單來介紹一下FreeCAD 草圖的尺寸距離技術的關聯性的應用 就是所謂的關聯性 那一樣是開心的空白檔案 然後我們要用一個草圖 那我們給它sy平面 這邊很單純畫一個橘形 那橘形我們要讓它對稱 所以說這兩個點 跟我的這個 垂直軸向 要對稱 然後這兩個點 跟我的水平軸向要對稱 那我們現在來看說 我現在這邊給它水平的距離 給它20 那名稱選擇性的 我給它D1 那基本上我們都是先用小型 那這邊我希望是它的一半 給它垂直距離 那這邊就可以給它關聯性 SKETCH 那只有小數點 然後 Cons-Train D1 然後除以2 就是它的一半 然後確定 確定 看到這邊有點 橘紅色 標準的是紅色 這邊是橘紅色 那我們現在來看這是20 10 那當我把這邊改變 改成40 OK 那這邊就會變20 因為我給它的是 這個去除以2 像我這邊給它還是這個去除以2 那我們點進去可以再去看 點這個關聯性圖示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是 這個草圖的限制條件 D1 那D1是因為我們剛才給它名稱 這是很單純的 就是你一定要給名稱 才能夠知道 那為什麼說我們的名稱最好是給它小寫 跟後面會講的那一個 擴展表會有關係 那我們就留著 那我們直接 離開草圖編輯 那直接順便很快速來講一下所謂的擴展表的部分 那在這個擴展表的工作台 建立一個新的試算表 那在模型這邊就會建立 不要在外面找不到 那在模型這邊 點兩下 那通常 的話這邊就會有兩個視窗 那我會點這個 然後切換回 我剛才的 零件設計 然後視窗我會給它並排 但是我現在是在所謂的做圖的視窗 所以說這個會在左邊 這個會在右邊 那模型在我這邊 依個人習慣 那通常的話 我們很單純就是 我假設我要在畫 一個舉行 那舉行是由我這邊來控制 那 這個就可以直接去輸入我們的數值 那假設我第一個是要20 我的常識 不要重複好了 常識15 這個是7 這個是 等於這個除以2 等於A這個 等於A 直接輸入了 那直接輸入不能去選 除以2 這個 這個是 像我這邊講說 這個是 我們給它一個名稱 D1 那是不是也有D1 要重複 那我們給它 假設是 好啦 我這個是S1 這是S2 那這個就不分草圖 就不用再去管草圖 這個就是在我的擴展表 那我這邊要按右鍵 屬性的部分 我要給它別名 要給它S1 那盡量都是給小寫 一個小寫 一個順序 然後它就會變黃色 屬性 別名S2 OK 那我現在回到這邊來 我一樣 我要去 草圖的部分 那我現在要畫兩個 畫一個矩形 一樣畫一個矩形 那我一樣要讓它對稱 就是幾而拘束 你可以直接按S 比較快 所以你會久了 快捷鍵就會使用 然後這邊 水平距離 那我這邊一樣是所謂的關聯性 但是我剛才是 擴展表 SP 那這個點下去以後 它會告訴你說 你是要多少 剛才是不是有S1 那打S1 那你不能用大寫 大寫就會 去找到所謂的這個欄位 假設你剛才是打A1 他會打A1 找B2 找C3 等等的 那我們是S1 確認 它就會跟我們講說是15 OK 那我這邊 你看這邊也是有關聯性 顏色變了 那我這邊給它垂直的部分 一樣給它關聯性 SP 然後點選這個 然後我是S2 S2 確認 7.5 哇這樣就是完全 G4的草圖 KLOS 那 我們來看 我們先不要存 那 假設我這邊變更了 這邊就會變更 所以說你可以在 同一個擴展表裡面 把所有的數值打下去 但是這個 在應用的話 建議是後期再來應用 因為你的電腦要好 要不然運算也是會 假設圖很複雜 運算也是會有點慢 像我的記憶體就有點少 30它就變了 假設我是10 這10 從擴展表裡面去改變 那這個變成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只有 在草圖 那如果轉換到3D 再轉換到 所謂的布林運算 就是一層一層算下去 所以說 你感覺很單純 那其實它做很多的運算 你只是改一個數值 但是它做很多運算 可能會花很久 就是自己的電腦的 記憶體 運算能力要夠 那這個大概就是兩個 一個是關聯性 那關聯性的部分 是主要是 我們在 像這個草圖的關聯性的話 Constant的關聯性 是在我們在做那一個 動畫的時候會用到 那這個是後面有機會 我們再來講 今天大概介紹到這邊 那下次的話 下次我們再介紹一下 那個模組的載入 那模組的載入的話 載入完以後 我們的介面就會 就是我們工作台的選項 就會比較固定下來 就是我們把所有的模組 一次性的載入進來 那今天就先這樣 謝謝各位